这条片主要是想跟大家重温议论文三要素 议论文这种问题的重点就是要以理服人 即是要提供一些例子、事实 并且加以分析、推理、重演去证明一些观点 所以议论文最重要就是有三样东西 就是论点、论句、论证 大家都看到这里有一张图 我就想跟大家很简单地解释到底这三样东西有什么关系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们是一个整桌的木工 首先你们已经有桌面了 有一块板在这里 这就像一个论点 你拋了一块板出来 但是我要怎样才能令这块板站得住脚 变成一张桌子呢 就是我们一定要有相关的论具 就是我刚刚所说的 要提出一些例子、事实来支撑着你的论点 这样才能站稳 但是不要以为一张桌子就完成了 你在桌板和桌脚之间的薄位是应该上一些螺丝 这样才能令桌子稳固 情况就像一篇论文 我们会看到作者会运用不同的论证手法 将论点和论句之间扣连起来 解释他的论句如何证明到他的论点 从而令到文章更加有说服力 接下来就很简单和大家再问什么是论点、论句、论证 首先和大家看论点 其实论点就是指整篇文章 其实作者是想证明什么呢 通常论点作者是会用寻述句去表达出来的 就是用句好收尾的句子 其实论点都有分两种 就是中心论点和分论点 中心论点就是指作者根据整篇的主题 提出自己的个人见解或者看法 是他整个讨论的一个中心观点来的 通常就会以这一种的形式去表达出来的 比如就是我认同或者不认同什么 我赞成或者反对什么 又或者对于某一种的议题 我认为有什么的看法 而分论点就是为了补充或者支持中心论点 从而用不同的角度去提出分论点 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作者为什么会认同、赞成 或者他对某一些事件有某些的看法 比如可能就会说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是有助什么的 又或者我觉得这件事是会有影响到什么的 可能是正面影响或者负面影响 又或者我觉得这件事是会令人有哪方面的想法 所以大家去看议论文的时候 就可以特别留意一下文章有没有出现到这些句子 好,接着就到论据了 其实论据就是用来证明论点的理由和根据 就是简单来说你用什么来证明你的观点 很简单一个例子 譬如你想问人家某一间的寿司店好不好吃 人家就回答你 我觉得不好,我不喜欢吃那间店铺的寿司 那你很自然就会问为什么 但是他就回答你 没有为什么,没有原因 你听完你都会觉得 你完全没有任何理由或者根据 那我怎么去信你呢 所以一篇议论文是一定会有论据 去令到论者信服作者所提出的观点 他当中的理由和根据 当我们找到一篇文章的论据之后 那我们都要去找回 作者如何运用这些论据去支持和证明论点 和作者如何去展述论据和论点之间的关系 所以简单来说 论证其实就是告诉论者 让他如何去进行证明 情况就好像如果你们去学舍箭 你们是需要自己去发挥不同的技巧 令到你知箭能够借中红心 同样地,我们看论论文的时候 我们都要找一下作者用了什么的论证手法 令到他的论据能够正中他的论点 或者我就这么说 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很抽象 但是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对话 可能也会用到这些论论手法 例如男女朋友之间 常常都要想去哪里吃东西好呢 譬如这里,男朋友韵恒 就问他女朋友一心 就说今晚去A店吃寿司好吗 一心就说不好,我不喜欢吃A店的寿司 那韵恒就追问他为什么 一心就回答他 他说他觉得A店的寿司不太新鲜 颜色看上去就很浅色 好像放了很久 而且吃下去肉质又很松弛 一些鲜味都没有 吃完之后还出现嗡呕肚痛的情况 而且一心又觉得 A店寿司的种类实在太少了 只有三文鱼寿司 连最基本的鲜鱼寿司 吞拿鱼寿司 海膽寿司都没有 而且一心就觉得 那里的适应服务实在太差了 他们就好没礼貌地 扔个餐牌就走 完全都不招呼客人 甚至客人问他东西 好恶恶回客人回头 所以一心就说 我不想再去A店吃寿司了 好听完一心的回答 那我们就试一下分析一下 他当中回答有什么讯息 首先 一心就跟他男朋友 韵行 他们的对话主题就是 去A店吃寿司好不好呢 那其实这个就等于 我们一篇文章里面的论题 那整条题目 或者整篇文章的主题 其实是想说些什么呢 那一心有什么看法呢 一心就说不好 那他就不喜欢吃A店的寿司 那其实这个就是一心的中心论点了 那为什么他不喜欢吃A店的寿司呢 他下面是有讲到的 其实这些原因 就是等于我们一篇文章里面的分论点了 那一心的第一个分论点 就是他觉得A店的寿司不新鲜 然后他怎么去证明呢 他有什么理据呢 他就解释了 他说因为他和朋友 曾经在这家店铺里吃过三文鱼寿司 那不单止识网上去是不漂亮的 而且肉质很松弛 一些鲜味都没有 吃了之后还觉得不舒服 那这些就是一心的论据了 好那继续看下去了 一心的第二个分论点 他又说了些什么呢 就说A店的寿司种类是很少的 好了他又有些什么论据 他就说大多数都只有三文鱼寿司 他就没有提供其他经典款的寿司 就譬如鲁鱼寿司 吞拿鱼寿司 海胆寿司等等 都是没有的 那这个就是一心的理据了 好然后去到第三个分论点 一心就觉得A店的服务态度是非常之差劣的 同样地他有些什么理据去证明呢 他就提及了 试影是很无礼的 扔下餐牌就走的 不招呼客人的 甚至客人问他东西 他就很恶地去说客人 那这个也是他当中的论据来的 当他提出了这些中心论点 分论点 论据 最后他就有个小结了 或者再次呼应他的中心论点就是 为什么他就不愿意再去吃A店的寿司了 那从这个情景呢 我们都看到 当我们想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 去说服别人的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有论点 论据和论静 同样地 我们看议论文的话 那作者想说服读者一些事情 那他也是会有论点 论据和论静的 所以大家看议论文的时候 就要特别留意 大家应该都会收到一份练习的 最后就再提提大家 记得议论文是有三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论点、论据、论静 论据就是用来支持你的论点 而论静就是去解释你的论据如何证明到你的论点 他们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 这一部分就暂时温集到这里